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二世 好,接下来,轴承,我们从工作项目一到七页全部找出来 有些值你要去记,数字要记记 然后我们先全部找出来,我再告诉你怎么记忆法则 来,我们先看一下三十一页 三十一页这个是在工作项目三 这里第四题 7206滚动组成,这个表示是什么 答案是选一,外境记号是二 十一题,这个也是三十一页 也是在工作项目三 追止滚子轴成的孔径号码是什么 答案是三十 下一个,三十三页,三十三页的第二十九题 三十三页是在工作项目四 三零二一是滚子轴成的内境是多少 答案是选四,八十五面,八十五面 第四十四题,三十四页一样是工作项目四 四十四题,6205P4的轴成 轴成P4代表什么?答案是选一 公差等级 三十八页,这个是在工作项目四里面 也是这个120题,也是有关轴成数字要稍微记一下的 下列可承受较大负荷容量的滚株轴成的序号是哪一个? 答案是选四,六四零零,六四零零 工作项目四,第四十一页,一百七十五题 你看这个也是轴成有数字的 轴成型号六千ZZ,下列叙数何者正确? 正确的有一、二、四 所以错误的有三 我们后面一起讨论,打包学起来 四十二页,第一百八十二题 复选题也是有关轴成 以一大堆数字,下列叙数 这是深槽滚株轴成的叙数,何者正确? 答案是一、二、三 所以错误的是四 这个我们等一下一起打包 第四十二页,一样是在工作项目四 一百九十题复选题 轴成型号6205UU 下列叙数何者正确? 正确的是一跟四 所以错误的是二 斜角滚珠轴层 以及三 轴层内进五 等一下一起解释 四十六页,工作项目五 我们看第三十七题 有一个圆孔 FY30M 内装配一般标准滚珠轴层 这个也是有关轴层 有关数字 正确答案 公差设计 答案是三 FY30M7 这个也要一起讨论 一起记 五十一页,工作项目五 第一百题 下列何种材料不适合用于滑动轴层 也是有关轴层一大堆数字 英文字 所以题不适合的 答案是选四 SC420 等一下一起讨论 一起记 六十七页,工作项目七 第三十六题 一般同志的轴层秤套 材质都是什么 答案是二 BC3 等一下一起记 刚才我们已经把所有工作项目一 到工作项目七 所有轴层的全部打包 而且告诉你在哪里 那现在我们要把所有重点整理到你自己手边的教材上面 所以各位同学 请你把它放到你手边教材 我们把所有轴层的东西 我带着你画重点 第一个 这以轴层是以内径 这个还好 来,我给你看重点在这里 00是内径10 来,自己把它圈起来 好,重点比 01 像00,01,02,03 这个都是号码 来,请你把这个号码圈起来 好,只是一个编号 00是10mm mm就是尺寸哦 就是真的尺寸哦 好,再来 01代表的是12 02是15 03是17 好,那我要跟你说的 最好你把这个10,12,15,17都把它用重点比画起来 因为考试 像这个,17这个就考到了 考到了,好不好 你把,做一个记号 好 那,编号04以上到96 你要把它的号码乘以5倍 才是内径的大小 来,这个重点哦 这个画起来 这个画起来 好 好,再来 下一个 这个62 这个62是轴承系列号码 好吧 那,我想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这个2 来,请你把这个2 画起来 强调一下 2 是它的外径积蓄 请你把外径圈起来 所以这里 前面的这个2 是外径 后面两位数 是内径 内径圈起来 是一个号码 是一个编号 好不好 是孔径 内径也叫孔径 赶快做记号 这样好吧 好 再来 那,像这个19 诶,老师 这个19 刚才已经超过了04以上到96 这19 像这个19 你就要再乘以5 对不对 就变95 所以刚才说了 04到96 你号码要乘以5 才会变成内径 所以19 要乘以5 变成95 这样好吧 好 再来 还有什么重点要跟你说 大概就是有一些 滚子滚珠 他们有一些特殊的编号 好吧 那我们就 等一下 从屏幕上 一起来看 一起来看 我看一下 下面还没有什么 下面 大概是一些 我这里 轴承比较 难搞的 就是这个数字 好吧 来 这里有空白 你把它写一下 像你刚才看到 这是四个数字 对不对 四个数字 之后 有时候会有加 这个英文字 和数字 比如说 6205P4 你把那个P4圈起来 我讲你就写 6205P4 P4是代表 那个轴承的形式 所以你前面四个号码 就是它的这个尺寸 但是后面如果有英文字 再加数字 这种就是形式 形式 好吧 好 再来 那个数字 也有它的含义 数字越大 承受的负荷也越大 好吧 这四个数字 数字越大 承受的负荷也会越大 好 所以大概有这样的感觉 好 好 有了刚才的一个概念 我们现在来看这些题目 把所有轴承的数字题 这种打包 你就会特别有感觉 来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工作项目室的 这个第四题 7206 这个代表什么 刚才有说过 第二个数字 代表外境 后面两个数字 代表内境 所以2 外境记号是2 1 正确 这样OK 直接 其他人就自己看了 好吧 根据刚才教的 来 为什么这个内境不是6 因为我说了 04到96 都是把数字 号码乘以5 才是它的内境 对不对 所以不是直接6 这个就错了 好 来看第11题 追子滚子轴程 来看数字 看数字 你越来越会看了 孔径 孔径就是它的内境 对不对 所以你当然就是看后面两个数字 答案就是30 好 再看一下工作项目4第29题 一样 这个内境是多少 直接看后面两个数字 17 对不对 所以是17吗 不对哦 你因为已经超过4了 我再讲一次 04到96都要把17乘上5 才是答案 所以答案是17乘5 就是85 所以答案是选4 要小心哦 好 看44题 这个是工作项目4 四个数字没有问题 但是刚才老师有讲 四个数字之后 如果有接英文字母 还有再加数字 这个就代表它的一个轴程形式 轴程形式 所以 对 很高兴你有专心专注 不是轴程形式 是公差等级 公差等级 轴程这个 放在数字后面是公差等级 所以你要做一件事情哦 我们这有买彩蛋哦 刚才我可能有叫你在轴程这里空白处 把四个数字后面放P4 说是形式 轴程形式 不对 是公差等级 是公差等级 P4哦 赶快 这是彩蛋 彩蛋 说到公差等级 顺便复习一下 这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数字 我们说P4这边 放在轴程四个数字后面 P4的 就是它的公差等级 对不对 公差配合等级 还有一些也是在这个里面 都是一些重要会考的 像这个D 你自己做记录 这个是建潮 建潮都会用D 好 建潮用D 好 潮 马潮 耶稣诞生在马潮 猪也会来吃 D也会来吃 好 再来 看到这个G G也很重要 G 因为正齿轮 Bump Gear bump 它的公差配合 用G 用G 好 再来 还有什么 我想到M M也很重要 好 轴程 轴程会用M 轴程会用M 就像mother 母亲 有承受力 轴程会用M 好 那刚才 这个 还有什么 P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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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座 就会用N 建座 就会用N 好 就像 建座 就像云桥飞车的座位 我们会用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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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坐 那 再来就是刚才这一题 我们讲了 轴程这里会用P 好 会用P 因为它在数字后面放P 嘛 好 好吧 好 再来看120体 有关数字 承受较大负荷容量的 滚珠轴程序 好 来 刚才老师有说 序号越大 好 承受的力量也越大 好 所以这一题 61626364 6400最大 所以就选它 好 而且老师有说嘛 前面两个数字 是不是代表它的 直径 对不对 啊 外径嘛 好 所以 应该这样一看 大概就是 这个外径越大 它承受的力量也就越大 所以难怪也是选6400 对不对 好 接下来看41页 175题 175页 工作项目4 周成型号 6000 哦 后面两个 这关键在后面这两个 ZZ 叙述何者正确 我跟你讲 其他都正确 我们想看的 就是跟你讲什么不正确 它说封闭型 不对 封闭型 是全部封闭 我们说你这个人有封闭人格 全部封闭 不对 这个ZZ 就像两个钢板 平平的钢板 好 它只是两面密闭钢板 你把它写下来 两面 好 这个封闭是全部都封闭 有没有 这个ZZ 就像两片钢板 只有两面密闭钢板 这样 好不好 把它记起来 这个是错的 好 如果考这一题 看到ZZ 就想到我跟你说的是 两面封闭钢板 不是全部封闭 所以答案3不选 其他都选 好 我们看一下182题 这一题是复选题 有关深潮滚珠轴层 叙述正确 答案123都选 4不选 我们看4错在哪里 4不选 你可以发现 它后面 它在问内进 内进 你就看后面两个数字 你看后面两个数字 03 刚才有说过嘛 001 02 03 这个都可以 这都只是代表号码 不是代表它的那个内进 那这个查出来表 这是要记得嘛 00是10mm 01是12mm 02是15mm 03是17mm 所以有的同学要背 就背起来 10 12 15 再来是17 从00开始 所以03是17 所以查表是17 不是20 有的同学会 好像有层关系 不对 它这个查起来 是查表的 04到96之后 是把它的号码乘以5倍 乘以5倍 所以这一题是真的要稍微动一点脑筋 好 我们来看一下190体责体复选 来 这个关键是UU UU 轴承型号UU 6205UU 看到UU就像两个笑脸 这种各位出社会就知道 有一种人叫双面人 这一题解题的重点 你就是把正确的记起来 正确的请你把它圈关键字 深潮 再来是两面 所以看到这一题 只要看到UU 轴承 你就写深潮 选深潮跟两面 怎么记呢 UU UU就是两面 有一个叫人两面人 对不对 两面手法 见到人跟你也是笑脸 跟你的敌人也是笑脸 这种就是两面人 这种人 沉浮很深 沉浮很深 所以我们选深潮 所以遇到这种复选题 轴承 UU 14 不用花时间了 就是深潮 两面 好 看37题 这个46页 37题 那这个就是在工作项目5 工作项目5 来 这个在考一般标准滚珠轴承 公差设计 来 这个我们有说过 M 选M 选M MOTHER 母亲 也往往有很大的承受力 承受力 MOTHER MOTHER 好不好 记起来 来 看100题 这也是有关轴承 一大堆英文数字 来 不适合 首先你要稍微知道一件事 这里你看这些英文字 这其实都是代表金属的代号 这个你稍微要记的就是B B就是铜的意思 Bronze B-R-O-N-Z-E Bronze 所以你会发现1,2,3都有Bronze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 1,2,3都有含有铜 都可以 这一体唯一不选的 它说不适合的 就是选4 SC420这个东西 S Steel 钢 C 可能是碳 或者个 Corever 反正这里没有铜嘛 你就选它 选它 就选4 SC420 其他都有铜 所以 唯一不适合的 做滑动轴承的 就是这个SC420 重点就是SC 好 我们看67页工作项目7 这也是轴承的问题 它说一般铜制 来把铜圈起来 刚才有说过Bronze B-R-O-N-Z-E Bronze 就是铜 对不对 铜制的 选哪一个 当然就是选2 有B的嘛 B就是BC3 其他都没有B 就是没有铜 英文字的这个代号 如果你有概念的话 BCC就是Cast 铸造的意思 CAST 所以这个BC3 就是铸造青铜的意思 BC3就是铸造青铜 好 那这样我们就把所有轴承 有关数字的这种比较难的题目 把它一次打包起来 好 Cast